福建省泉州市11日下午通報的 3月7日發生的 酒店坍塌事故原因調查進展 初步調查顯示 塌樓事故所設新家酒店 在建設 改造 審批等環節 存在嚴重問題 泉州市常務副市長洪自強 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泉州市已將相關證據蒐集固定 對相關負責人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我們一定會實事求是 絕不隱瞞 不掩飾 全力集體配合好上級調查組的調查 無論是酒店建設 改造 經營 監管 包括被推電為 其中一些觀察點的 哪一個環節都不會落掉 涉及的違法違規 以適職 適職 單位 個人 包括公職人員 絕不姑息 絕不放課 對人民群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據了解 此次酒店坍塌事故 系房屋改裝作業事發生 蓋樓房業主楊某某已被公安部門控制 截至11日15時 踏樓事故中的71位被困者中已找到70位 其中28人遇難 尚有一名失戀人員仍在搜救當中 事故發生後 全國全省調派醫療衛生應急專家40多名 泉州調集醫療搶救組800餘人 全力救治傷員 目前 泉州市四家醫院先後收治51人 傷員已在陸續出院當中 目前仍住院救治的29人 其中兩名重症傷者 生命體征平穩